2023云林卤肉饭节在谷坑绿色隧道飘香举办 本届神级卤肉饭争霸站驮影而出 共有14家专业的店家提供超过千碗的卤肉饭 让参与的贵宾及民众来品尝 现场是洋溢着浓浓的卤肉香味 让民众也都尝得津津有味 排队人潮满满卤肉饭的香气飘散在卤肉饭节的现场 这次云林卤肉饭节在专业店家组拿到冠军的是云林护卫的卤肉村 店家表示往年都会有来报名参加 今年总算是拿到冠军相当的开心 对 就是不是我煮的是老板煮的 老板对卤肉饭很坚持 他已经煮了好几十年了 因为他很爱吃卤肉饭 然后他就是自己就是研发 他是他自己做的 自己想出来的 他自己就是一直试做一直试做 就很开心啊 想不到我们会得第一 因为我们参加很多 我们前两届都有参加 对啊 这次终于得到第一名 我就很开心这样 云林县是农业大县 尤其米酱油以及猪肉的美味 更是上港有名参加港最出名 为此云林县政府办理云林乳肉饭节 借此来推广在地的优质农特产品 云林县是台湾的粮仓 也是最大的续产中心 所以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的 神级乳肉饭的一个比赛 那今年是第三年 那这当中呢我们很多的这些民间的高手 还有专业的店家都来参赛 所以非常难得透过评审委员 非常非常认真的到每一个店家去 看看他的安全跟卫生 还有他整个的烹煮的这个技术 还有他所用的食材 那我想他所用的食材 都是我们在地云林县最好吃的米 以及我们最安全健康的猪肉 那还有最香最纯最浓的酱油 那这是烹煮乳肉饭最重要的三大元素 统统正在云林 所以云林希望介绍给所有全台的民众 来到云林一定要吃什么呢 一定要吃我们最道地的乳肉饭 乳肉饭节活动现场有超过20家店 提供上千碗的乳肉饭 让民众免费平常外 并还有各种趣味游戏 让参与的民众是好玩好吃又好买 记得丁佩云林县才能报道